你的出现 会为我带来那种 接下来 让我们欢迎 斗力火车 而我在这座城市 失去了你 输给遗忘高张的自己 不是你莫分的感情 好 好 让我们欢迎 斗力火车 谢谢 杰林哥 小新哥你们好 云南你们好 谢谢大舞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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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我们越走越好 好 这个台下所有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们是东力火车 谢谢 参加这个高五人的这个 特别嘉宾 是 其实我们应该算是 花了二十几年的时间 真的 我们已经到 其实 其实我们今天帮这个嘉宾 也很荣幸 为什么 因为好像 高五人上次请的 是 是 真的吗 我们应该是在 那我们还是退下来 不行不行 多上来了 所以 所以我说我们准备了二十六七年 对不起 才有可能站在这里 对 对 像我们这个高五人的那个名气 我们真的是很难 真的很怕上这个人 智琳哥 你在说我就要跪着了 你又跳 你又跳我智琳哥了 团体 其实我最欣赏高五人 高五人的歌 非常非常的好听 然后是非常特别的歌曲 那我们刚刚在唱的这首歌呢 这个 这个叫什么 在这座球室 仪式 谢谢 谢谢邱欣哥 能够写出这样的歌词的人 并不多 是 真的你看那个三番故里 请问三番故里是什么意思 是你的 你住在三番是 你的故乡 三番两次回到家乡 哦 哦 也没什么特别 然后 里面我最喜欢的一个歌词就是 三番故里 三番故里 就是有 有争执的那一段 然后 然后就是这个 他在发脾气的时候 好像没有写到发脾气了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啦 可以把那个歌词拿出来看一下 可以 可以 那个起争执的那个情绪 是 几乎可以 向全世界讨回你付出的一切 对 我觉得这个歌词才写得太好了 真的没有几个人可以写到这么凄凉优美的歌 不如这样吧 一支 我真的讲 可以数得出来 比如说像 对 对 没关系 这个数得出来 不用数 不用数 千万不要 我们已经帮你写好歌了 我们答应要 秋行哥刚刚这么的急迫呢 就是因为知道 他想知道 告人有没有写歌 对 给动力火车 是 有 有真的写好了 歌手 有两 有好几种 像我们 我们就是只是一个扬声器而已 我们只是 就是人家写歌 然后我们把它唱出来 那有一种就是 全能的 全方位的 就像告武人这样 又可以写 又可以弹 又可以唱 而且人又高 又帅 真的很难 因为云安是我的表弟 应该不是表弟吧 应该是 呃 是 他就叫我舅公 再高一点 如果真正的备份 我应该算是舅公 但是演艺圈嘛 没办法说 舅公你好 很坏 对 不太好听 演艺圈这样不太好听 所以大部分这个 云安都叫我表哥 对 刚刚一直在称赞云安 我们现在称赞这里 看我了吗 全新 长得 这个衣服穿得很漂亮 我们先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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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慢慢 鲜哥呢 鲜哥呢 鲜哥就长得这个答顾很认真啊 接下来我们是要做什么 我们现在要唱 送给大家这首歌 好 我们接下来一起再合唱一首歌 对 对不起啦 今天是你们的演唱会 不是我们的 没关系啊 没关系 请介绍 对对 我很好骗 就像没来过 这个世界 不会分别 那几种万千万别流泪 偏旋依偎 人在无情也 只想有底线 我可怜还是可悲 我挺好变 你是否也有这种感觉 你的出现 会为我带来那种曲点 别说抱歉 如果我这次也难以信念 我会随便 你也不会我们的声音 我会投入故事的前景 人放烟火原来也及时 你是前方身够的距离 我想要战坠你 战坠你的脸 我想要战坠你的望运 千万不后悔 我想要战坠你 带我问你 我想要战坠人 我的武器 我要战坠的依陪 你喜欢在雨的上面 是草莓 我是泪是很美 草莓上面 不得高坠的水 在雨飞 莫然回数 爱在雨后 我们的爱在 萤火中的夏天 时间就像那盛开的水 只是那一切就像轻轻的水 雨时的阳光悄悄的 换寻了海浪 梦若爱在雨火中的夏天 时间就像那盛开的水 接下来 接下来